一到秋天呢 我家忙的是脚打后拿勺的 看我家这个架子 晒得满满灯灯的 前面呢 晒的是咱大山里自己采的圆膜 后面呢 晒的是五味果和萝卜杆 这个圆膜质量可好了 这都是我婆婆采的 而且咱家魔物全都是自然晒杆的 咱掰开看看里边这个肉 里边这个肉可好了 挑的都可好了 可精细了 虫啊 虫啊 烂的一点都没有 这个圆膜呢 有朋友问我说小雪咋吃啊 用开水去泡发 泡个三五分钟左右 泡完之后呢 蘑菇呢 口感就是这样了 你看看 肉肉的 而且一撕开 看里边这个肉 老好了 撕成一块一块的 炖个鸡啊 炖个排骨啊 尖椒炒个五花肉 或者下个火锅 都可以啊 而且它的口感是肉肉的滑滑的 还梗的旧的 咱咬一下 你看 听听它的声音 特别特别的好吃 圆膜比真膜的吃法要多 而且这圆膜的蘑菇菌香味 特别的浓啊 家人们 今天呢 这圆膜 一大是敬重一斤 今天下单圆膜 咱就给小雪 给大家带点这个大山里采的五味果啊 五味果帅干呢 就是这些 嘎嘎好 这都是真正的存野生的啊 挑的一个虾子都没有 都是精挑细卷的 一个个手卷出来的 下单圆膜 就给大家带点五味果 这个五味果咋吃呢 可以跟蜂蜜仔一起泡水喝 也可以泡泡家仪啊 特别特别的好啊 都是春天然的 有喜欢的去拍吧 而且今天下单 咱明天早上顺风就发走啊 家人们 放心去拍吧 质量都可好了 收到货给小雪一个五斤好盈就行啊 家人们 五味果就架上这些 还有赛嘎呢 就这些 咱送完就拉倒啊 谁先下单 咱就先给谁带这个五味果啊 这一袋是一两啊 送完就拉倒 赶紧去拍吧 哈哈 哈哈 哈哈哈